绝不绝灭不灭 六十三代有一些 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江南一代盛传一首民谣 这个看似平平无奇的歌谣 如今看起来却像是句预言诗 字里行间暗示的 则是龙虎山道教正一派 自第一任天师张道陵之后 只能传到第六十三代 而自民国十三年 第六十二代天师张元旭 将天师一位传给敌长子张恩仆后 正好是第六十三代 而一九四九年 张普被讲解时代的台湾 自他辞世之后 由于道教会没有继承人 便逐渐陷入了混乱不堪的局面 难道正统道教的没落是冥冥中 早就被上天注定好了的吗 众作周知 龙虎山以四川青城山 湖北武当山 以及江西齐云山 被视作我国四大道教明山 作为正一教的正统 不可否认的是 龙虎山在道教中的地位 至今无可撼动 作为自张道陵在龙虎山 修炼丹道大成 第四代传人张胜之后 一千九百年来 世代天师便居住于此 一直到民国时期的第六十三代 为何如今论起民起跟传承 竟还比不上青城山 与武当山 在第六十三代传人张恩浦身上 又有怎样的传奇 正统道教只传了六十三代 是天爷还是巧合呢 值得一提的是 龙虎山以外也就是正一派 全都是祖师张道陵的嫡系 不仅可以在家修行 还无需借婚姓 也可以娶妻生子的 而天师传人不仅要是嫡长子 还得有被天下道教人士都认可的信物 即天师御印 杨平制都公印和道经师宝印 以及天师法鉴等等 在道教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 天师道自诞生之日起 便享受着与山东取福孔家一般的尊荣 低位之崇高绝非普通世家可比 毕竟孔子自古以来 被历朝历代的皇帝祭祀相拜 且天下文人皆以孔家为首 而天师道意义不逊色 清光绪三十年 也就是公元一九零四年 天师府的嫡长子张恩普出生了 当时却是天师道正处于有史以来 最低谷的艰难时刻 相较于之前的风光无限 受民国政府就已经废除天师称号的影响 天师道的天师也不比从前 但是作为道教天师的继承人 张恩普虽然有先天驼背的身体缺陷 不过身为张氏家族的长子长孙 张恩普很小的时候 就彰显出了极高的悟性 一句神秘预言 暗示正义派传道第六十三代 便后继无人 这究竟是早已泄露了天机还是巧合呢 千天聪慧再加上父亲的有心培养 不仅熟读四书五经与儒道经典 还是为经道法善俘禄的少年奇才 每当画幅时都能达到百贴如一幅的水准 不仅模样大小不差分毫 还尤为灵验 因此上门来求福的信众络绎不绝 1924年年仅二十岁的张恩府临危受命 按照父亲的遗愿 正是司长天虚道之御印 法鉴 成为天虚道第六十三代天虚 顺理成章地继承了家族的一波 然而当时正值时局最为动乱的年代 面对道教逐渐衰落的地位 张恩普发现 单凭自己一己之力 带着信徒四处奔走传教 根本无法对提升正义派 提升影响力起到很好的效果 于是只能选择隐居龙虎山 同时另辟蹊径 御徒借政治界名人的手 达到宣传正义派的效果 二十年代初期 由于江西军阀孙传芳 与张恩普的父亲 张元许天师私交甚好 一来一往之间便是利益交集 除了龙虎山上的千年祖宅上千宫 张恩普的父亲 还为他留下了十多处庄园巨宅 以及面积遍及附近八个线范围的五千多亩 不用上棍税的粮田 上百名蒲庸下人 以及数不过来的店户雇农 因此仅是张恩普每年的日常花销 就有八万六千五百多块银元 正好在这时 他认识了几位国民党的高官 接触到军方的权利 很快便得到了国民党官员的信任 并在偶然的机缘巧合之下 通过那几位国民党高官的介绍与引荐 与蒋介石有了私教 并获得了所谓权力之下的话语权 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后 张恩普的地位日益水涨船高 通过四处建立关系网 并不懂得领兵打仗的他 在四十年代末去摇身一变 成为了国民党政府第二十军副军长 虽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这只是一个虚设的头衔 但却成为了张恩普 借此社会地位提升了正义派地位的手段 难以想象 本该清心寡欲 专心在龙虎山继承道教正统的天师 竟然为了传教不惜搭上自己的仪式英名 张恩普随蒋介石讨到台湾后 六十三代后再无天师吗 道教正统已经失传吗 遗憾的是 即使张恩府和政界有了是非牵扯 正义派的传教之路仍举步维艰 1946年冬天 上海市道教会在张恩普的建议下成立 并以宗教为众 团结为众为口号 提出了从地方到全国的推广方案 以此实现道教的发扬光大 1947年 上海玉皇山扶兴官分院助持李立山道长 以及在上海民政局长张晓松 分别为张恩普在寄贡了经济支持 人力支持和政治帮助 成立了以李立山为会长的上海市道教会 此后又提出了八个方面的复兴计划 但因为国家政治局面不稳定而无法实行 但张恩普根本不关心 举步于此 而是继续在经费不足的前提下 组织全国性教会 这次却由于和李立山争地位再次失败 后来在1949年 一向与国民党亲近的他 选择带走家臣宝物 和历代天使的玉印和法器 以及自己的长子 与蒋介石一起逃往台湾 凭借着国民党高官的身份与地位 积极宣传道教文化 成立自己的教会 使得道教登上了国际的舞台 直到1969年 享年65岁的张恩普去世 值得一提的是 他的长子早妖 次子无疑继承天师之位 于是在第63代天师 张恩普的授意之下 张元仙继承了第64代天师之位 但直到现在 仍有人质疑他的正统地位 2008年 就突然冒出了一位 称自己为张恩普之子 名为张伟良的不足之客 口口声声地宣称 自己要代替张元仙 继承天师之位 虽然张家的祖谱中 并没有他的名字 但是他却手持代表天师正统地位的 杨平智都公印 因此赢得了不少信众的支持 并在2009年 张美良大张旗鼓地举行了一场仪式 宣布自己才是第64代天师 极大的威胁了张元仙的位置 之后正一派便在张元仙和张美良两人 互不承认彼此身份地位的前提下 也分成了两派 致使人们至今仍认为 63代之后再无张天师 结合那句 绝不绝灭不灭 63代有一些的民谣 为这件事又增添了一些传奇色彩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